大家好 剛聽到我是台灣代表有點緊張 不好意思 今天我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這一年多來在處理黨產上面的一些心得跟想法 首先還是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自由軟體工作者公民記者 目前在史改會工作 除了做工程師以外 偶爾也會寫文章 還是要先警告一下大家 就是獎者其實 前面的燈要不要稍微關一下 就是獎者的資格其實是不太夠的 因為之前就已經有人在網路上批評過 不管是我要出來資料 資料價值對黨產歷史研究的意義 我都沒有資格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資格 因為我只是想談談我收集黨產資料的一些 我自己的心得 一個不專業的人 去一個專業領域胡搞瞎搞的一些心得 所以一定不夠專業 還請大家多多見諒 那這件事情的一開始 其實是我很久以前 在2014年5月19號的時候 我找到了這一張圖 剛好在網路上有人貼在PTP上面 那這張圖大家可以仔細的進去一看 就會發現 哇 國民黨相關的企業實在是包三包滿 從投資啊 然後到企業電工建築 然後還有救火團還有書局什麼都 還有石油器什麼都夠涉獵 大概實際去住行無所不包 你大概每天上班下班也許就 就這樣的一趟的旅程 你可能就幫國民黨多賺了一些錢 那我就覺得這個看一看就覺得滿誇張的 那後來就看到2013年 內政部的政黨資產比較丟 就總共國民黨有268億 然後民進黨4億多而已 他也更少 所以後來就感謝臥曹 臥曹別人做了這張圖 這是一個金手指的概念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其實以前我的父母都教我選人不選黨 從小到大聽過選人不選黨的請舉手 不少 對不對 可是後來我發現這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那麼多錢放在你面前 很多人不被收買 只是因為那個錢的多寡 那錢多到一定的數目 一定的數目很多人都還是會淪陷 那好人才丟進去 他就會為了鞏固這些利益 而變成一些說奇怪話的人 對不對 所以往後日子我就覺得 這是我個人的政治意見 我個人覺得如果國民黨黨想不處理 我就不會想投票給他 那後來我在臥曹離職以後 剛好看到台灣有一個部落格 叫台灣富格 他剛好弄了這張東西出來 那後來我才知道這個 展覽才知道這個裡面的資料其實是 陳水扁在任內 大概後面兩三年的時候 他們開始做一些查檔產的動作 那在政府機關內部查出來的檔產資料 因為後來滿久上任後 網站被弄收掉了 那他們把那些資料備份出來 可是他們備份之二的方式呢 是把Word複製以後 貼到部落block spot上面 然後就貼上了 所以你就看到變成這個樣子喔 對 那個時候我想要把它爬出來 可是這是很大的問題啊 你看這5跟1中間好像多了一個空格 然後這邊中間有空格 然後有的人寫 譬如說台南中西區 它可能是一個資傳 但它中間有空格 那結果你就不知道 它到底是用什麼來分格的啊 用空格啊 用動畫還是什麼 然後就沒有辦法分析 所以就一整個沒有辦法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前面有寫 紙資料原本公佈於國有財產局這裡 那網址如上 但是已經被馬政府移除了 那既然是2006年10月25號 那我們就去找 我們就去找 去到Internet Archive 我們去找這個網頁 那就看到喔 還真的有 國民黨籍附水組織取得 使用國家的動作很清澈 然後呢 點進去以後就悲劇了 因為它只有catch HTML 它沒有catch PDF 所以就崩潰了 所以它還是找不到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會被移除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那個時候的新聞 2007年的新聞 然後他可以看到 中國國民黨立委李季諸不分區等人 提說什麼 這個東西是國民黨的合法使用的啊 然後所以這個東西明顯違法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立法院裡面的文書有這樣寫 這個是後來解凍的案子 他們做法是 因為那個時候立法院 還是由國民黨所控制的 所以國民黨就直接把那個部會的預算給凍結 然後告訴他們說 除非你們把這個網頁移除掉 否則這筆錢我不會解凍 那所以他們就解凍了 那後來就移除了以後解凍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他們解凍了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他們解凍了 就是說我國民黨的保險是使用接署合法 所以一切合法 然後依法執行政 謝謝指教 所以後來我就直接跑去財政部國的財產署嘛 你之前曾經放到網路上過 那你現在拿下來了 那至少你還有文件嘛 那你去想辦法去請求這個文件應該是可以的吧 所以我就填了一張表 然後這張表就是說呢 這個東西才在95年10月25號曾經在網路上公開啊 那目前沒有辦法找到 我認為應該要我想要閱讀這份文件 然後就還真的拿到了 後來當然還寫了一個SOP 叫大家你們處理這樣 對還真的拿到了 那那個時候從另外一個管道就是 就是有一個立委辦公室也拿到了最新版的 這一份一模一樣的文件 那這一份是2006年的 那這裡這份是從立委辦公室那邊拿來的 所以是104年就是 104年是2014年 對 2014年的時候的數據 那因為這個東西其實是PDF 然後裡面每一張都是圖片 所以其實又很難處理 所以怎麼做呢 就本來想要使用 類似像我們檢察院的方式切豆腐 然後讓大家一個key 後來 後來就是因為那個表殼其實有點複雜 所以實在很難 還是請大家慢慢手key 然後就真的key出來了 真的很感謝 我不知道該怎麼感謝這些網友 大概有十幾個人吧 他們就真的把它一哈哈給他key出來 然後叫對完這樣子 那既然key出來了以後 它裡面就有所謂的地號碼 地級位置 然後再感謝Roniwong大大的服務呢 我們就把它做成了地圖 你就可以看到國民黨 曾經持有的土地 光台北市的部分就是這麼多點 然後到台南白頭那邊 還有一整塊 完全不知道是什麼鬼的 你會看台灣地圖上面 有一個小黑點 那因為這個是google map 所以我們可以把黃色的小人 丟進去 你就可以看街景了 你就可以在網路上直接看 你就可以看到 那種國民黨黨產在那邊種滿的各種 我也不知道那個東西到底算誰的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有許願 就是剛開始查說我有許願 我覺得說這個東西 以後搞不好會有人有興趣做什麼 國民黨黨產觀光APP 你就可以到網路上 就是ag日黨產到此一遊這樣子 那我那個時候把資料公開出來以後 也沒有想太多 結果後來就有人辦了 那個黨產巡訪車友 就是花一天的下午時間 帶大家看台北市的黨產 然後告訴大家這個黨產 它過往有什麼樣的歷史故事 那其實這都是台灣過往的歷史 那感恩子龍 讚嘆子龍 因為後來遇到了選舉 那大家知道這些資料其實都在網路上 很多 我們網路的人也許知道 但是家裡面的長輩不一定知道 那怎麼辦呢 那就是做傳單出來 看如果有興趣的人 你就自己印個十份 回家去塞個十個信箱 或者是拿個放在家裡長輩的桌上 讓他吃飯的時候不得不看這樣子 那這個是麻煩子龍做的 那因為我們是使用開放授權出來 所以後來在國民黨投黨產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也被拿來用了這個地方 那可以幫助到大家其實滿高興的 那最近這個黨產公投連鎖 這樣後來不知道狀況怎麼樣了 希望有比較好的結果 那後來在那個時候十二月的時候 剛好有人 哲學星期五辦了一場活動 然後找了我跟黨產歸理聯盟的羅成忠羅老師 一起參與一個小小的演講 然後跟大家分享經驗 那剛好就那個時候認識了羅成忠老師 那他那邊其實有資料更多 那他也因為這件事情而寫了一本書叫狼產解密 然後那個時候有問他說 這本書感覺不錯 我可不可以把它數位化 然後可以使用CC的授權放出來 他就跟我說 我個人其實滿討厭著作權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用CC0的方式放出來 他直接拋棄著作權 所以這本書現在是完全開放在網路上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他目前在Deepbook上面的話 一年以來大概好像也沒有到一年 那個時候大概有四萬多人看過 我下載數已經三百多了 那我想各位在網路上常跟別人討論這些問題 那也有很多人會告訴你說 黨產這個東西是假IT 國民黨其實沒有那麼多錢 只有兩百多利益還是這樣這些東西 可是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你如果想要佐證他所有的東西是有問題的 該怎麼做 我們一般的做法就是我們去找資料 找資料有圖有真相 可是如果那些資料沒有被放出來 那些資料只是從Word上面複製起來貼到HTML上面 那實在是沒有辦法看 所以我後來把這些資料 只要是經過我手上的資料 我都把它掃描成PDF 然後放在Mega上面 那這邊很多 那大家有空可以回去慢慢的看 那像上面的話就是當初 我好像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上面那個新裁不當檔檔 像全民交代是民進黨那個時候查出來的那個網站 還有包含這個網站裡面的資料 以及這個資料 它又是依據怎樣的公文去做出來的資料 然後還有包含就是各級政府的力量表啊 然後像這個財政部的政紀委部裡面 他有提到轉型這個部分 然後也很詳細 這邊大家可以聞聞看 那麼這邊很熟悉黨產 覺得可以講得出黨產這些東西到底有什麼的 可以跟我舉個手嗎? 好像沒有 不好意思 那我努力真的不夠 那今天來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那國民黨黨產其實分好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國民黨他自己可以國庫通黨庫 再來是他有一些相關的附水組織 黨籍事業和被侵占的基金會 那這些東西他持有了許多的不動產股票 還有使用各種來自政府的稅務減免 那國民黨的人呢 他可以因為黨職並公職所以用理罪丘金 以及國民黨黨事檔案 那大概是分這幾個部分 那再來 這解析度真是悲劇 不好意思 那這個是國庫通黨庫的部分 那個時候國民黨的 國民黨是可以直接跟中央銀行借錢的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中央銀行有什麼稀奇的嗎? 那事實上中央銀行它是沒有借貸部門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維持一個國家貨幣的銀行 它不是一個借錢跟營業的銀行 但國民黨卻可以用無息的方式 沒有利息的方式 直接跟他們借錢 而且前前後後借了五次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那個時候國庫真的是直接通黨庫的 那再來是被侵占的基金會 附水組織我想大家應該很熟 附聯會、救國團、中華人民什麼軍人什麼總會之類的 黨民事業、中央統治那些東西 那被侵占的基金會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民進黨在2000年陳水扁選舉選上了以後呢 就在2000年的3月27號的時候 像這個唐協 唐協他就直接他們裡面的人 就是張友慧 他直接把這個協會本來由政府單位派任 兼董監事的這件事情 直接改成自批董監事 然後他就脫離了政府的掌控 那通常如果你是政府單位 你看到這種公文行官說我們要脫離政府的單位 你不會準嘛 在那個時候就是準了 王子剛就準了 所以他從此 他就從政府那邊拿了好幾百億的東西 出去外面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而且國家永遠再也不能管到他 那這種案例其實蠻多的 所以國民黨那個時候佔有了非常多的基金會 並且利用這些基金會去做他們後續的一些事情 那再來呢 這幾個東西他 比如說像黨一事業 像中影他有一些清戰日產的部分 那清戰日產就是那個時候 省長部直接接收所有日本時代留下來的 本來屬於政府的戲院 然後成立一間公司 就是成立中影公司來經營他 那時候這是交通部的一個證明書 他證明他們真的是把這個 反而我直接交給黨成立的一間公司 那這邊這張圖不好意思 我本來在電腦上解析度還不錯了 他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 直接移交給國民黨經營的日產戲院的一個列表 按他的金額 大家回去可以抓來看看這樣 那再來是補助委辦跟特許 這邊主要是以救國團來說很多 大家想說應該參加過很多 有人有參加過救國團活動的嗎? 有不少 我也參加過 那個時候救國團活動真的很便宜 那為什麼他便宜呢? 就是因為他有政府的補助跟委辦 所以你去參加活動的時候 其實你是用納稅人的錢來參加救國團的活動 然後救國團就賺錢了 救國團是誰呢? 救國團是國民黨的 當然救國團也有用很便宜的方式 取得一些土地方場這樣子 所以就有不動場股票的部分 那以股票的部分來說 這個是李登輝執政後期的時候 因為你選總統了嘛 他就把國民黨的投資企業拿去登記上市上櫃 登記上市上櫃的時候 他必須在法院那邊放一些 這些公司的一些資產 什麼樣的一些文件 那這個時候他就放上了他們的期間控股公司 大家可以看那個時候的股本種了 以及他們持有的股票的計費 這邊有幾個影響有點難得算 應該滿多人 那後來很感謝劉偉誠他幫忙 Gilbert他幫忙把他從現在 這是現在的內政部的公司的一個資料 就可以撈出來 就是相關的一個人的一個關係 比如說像許利克他掌控了許多長產的東西 他就投資了這麼多公司 大家可以想一下這個中間的關係 再來是特許的部分 特許的話是民國68年7月的時候 行政院他有頒布一些規則 然後最後要求當時舉辦金融證券業務的 三家官方銀行直接停辦 然後由國民黨特許的一個附華證券金開業 來辦理全台灣的證券融資的業務 所以他就直接從70年起 讀來所有證券的集中保管業務 一直到79年他才停辦 中間這9年的過程中 只有這間公司壟斷 中間賺的錢大家就可以猜想 那在稅務減免的部分 就是國民黨和他的附權組織 以前一直都享有許多的稅務的減免 大家可以看到從到 這是查到1997年到2005年之間 他們減免的錢和鼓勵那些東西 就算是好幾億元的 在黨職並公職的部分 那個時候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你在黨的一個組織裡面工作 你也是在衛民服務 所以你也是等於購物人員 所以你在救國團服務呢 你在中華人民國民眾服務總社服務呢 這些國民黨組織 你通通都算作是公務人員 所以就把你的錢算進去 那逸林的狀況其實最多 比如像胡志強啊 林峰正啊 和連戰都有 那其他的 我記得好像差不多200多人 那這些錢其實 也算是很不當的一個所得 最後是關於黨史檔案的部分 黨史檔案就是 在那個年代 國民黨其實有不少的政策 他是在黨的中央會議上面去做出來的 然後最後才推行到政府那個地方去執行 所以很多決策的文書 事實上是存在國民黨的裡面 那當然也包含許多國民黨 他當初是怎麼樣利用政商關係 然後去成立公司 然後再去特許服務的這個過程 那這些東西 因為國民 因為目前台灣是沒有政黨法的 那沒有政黨法的話 國民黨只能算作是人民團體 那人民團體的話 他的黨史就是他的個人資產 你依法你要使用它 你必須要去找它 你不能自己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我的 我要把它拿過來用 不能 所以就變成你要存取它 非常非常的困難 那我曾經去 嘗試去閱讀一次國民黨的黨史 那你除了申請以外 你只能拿到原件 而且你不能複製影印 你只能拿個電腦在旁邊 把他的東西全部打到你的電腦上面去 所以非常累的人 所以我認為這個東西 應該也要回歸到國家檔案局來保管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當一個政黨從政策制定到經營公司 那麼這個台灣一直以來的政商關係 當然就難以打破 因為我只要制定政策 屠立我自己的公司 我就可以繼續賺錢 那麼我又何必去讓全民一起共享這個利益呢 所以解決方案的話 目前台灣的解決方案大概是朝三個方向走 主要第一個在事業的部分 黨絕對不能經營黨營事業 連信託事業都不可以 但國民黨他們一直都覺得 我只要把我的事業信託了 這個事業就不算是我的 但事實上就算信託了 這個資產還是屬於國民黨的 而且收益還是國民黨的 所以他不應該經營黨營事業 他也不應該持有 連信託也不可以 再來是不讓黨產處理條例 就是他那些不動產的部分 或者是股票的部分 都應該要追查並且收回國庫 最後是政治檔案法 將國民黨的黨史視為國家檔案 有的資料 才能進一步的釐清到底有多少檔案 或是到底有多少資產 是被國民黨所使用 那麼在這邊就順便跟大家談一談 轉型正義的一些檔案 他在開放或解密的時候 常遇到一個問題 首先我想大部分資訊人 在處理歷史檔案的時候 第一個想的就是我把它掃描 就跟我當初處理黨產的資料 就說我把它掃描 然後變成PDF放到網路上就好了 可是大家剛剛看到我那個檔案的時候 應該就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突然想要知道 有什麼資料在裡面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搜索 我必須每個檔案都抓下來 我才能使用 那這其實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在歷史學界 他們對於這些歷史檔案處理 都有一套的方法 那這個套方法 其實最主要還是分兩個部分 一部分要維持資訊的完整度 另外一部分維持物理的完整度 那物理的完整性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檔案的物理狀況 其實也是一種資料 怎麼說呢 比如說今天各位如果拿到一張紙 那這個紙如果今天我們剛好是在大戰 或者是什麼樣物資缺乏的時候 也許他使用的木頭的木質 跟十年前使用的木質木頭是不一樣的 或者是他裡面使用的兩劑是不一樣的 從那個地方你就可以發現 當時候的社會環境 是不是有一些物資缺乏的部分 或者墨水的成分也能發現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現在這些東西 如果我們銷毀了以後是 我們現在也許有些資料是沒有辦法解讀出來的 那麼以後也許是可以的 那如果把它銷毀的話 或者是把它丟掉的話 其實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所以在這些檔案的處理上 檔案的保存跟修復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資訊的完整性 就像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有很多檔案你根本就不知道怎麼找 所以有一些比如說常用的 比如杜國林核心集這種東西 這些他可以建立一個metadata 那這些metadata就可以放到資料庫裡面 方便大家去搜尋 你就可以知道說哪些檔案可以下載 那麼當然你要輸入metadata 你有時候就可能需要去辨識那個時代的筆跡 或者是那個筆跡在那個字 在那個年代到底是怎麼寫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也是稍微需要處理的部分 那在線上資料的部分 其實要更方便存取啦 那以台灣的例子來說 我個人認為台灣現在的網站其實是不夠的 那這個是國史館 台灣國史館的搜尋介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先生很多 可是有很多東西其實你根本就不知道該怎麼用 然後搜尋起來大概會像這個樣子 就是各種類別 像我這個是搜尋228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資料 可是等到你真的進去了以後 他不會給你圖 他就給你這樣請你去新店的國史館去調閱 然後你如果點右邊的這個開啟呢 他會跳出這個東西喔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所以是一整個很悲劇的狀況 然後如果你真的去那個地方調閱了 又有很多限制 比如說有37張圖片 你想要複製出來 他只能讓你複製18張圖片出來 另外17張等 另外19張等下一次 那等到你下次去還是只能複製18張 所以最多你要跑3次 你才能收集完一個圖片的 一個文件的所有圖片 所以這就是很麻煩一件事情 那麼在公開的方面 過去不往歷史檔案在公開上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隱私 比如說當年的一些案件的資料 他可能涉及了白色恐怖時期的 一些取打成招的狀況 那比如說像陳菊的自白書 就是很有名的一個例子 或者是像監禁資料可能涉及到當事人 他跟誰去做了什麼事情之類的隱私 所以這些東西的公開一定需要家屬 或當事人的同意 那比如說這就是當年的一個判決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還有所謂的閱讀反共書 看思想酌情或辦理讀書或之類的 那這種東西能不能公開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以德國經驗來說 如果當事人不願意的話 他這個文件連做研究都不可以 但在台灣當事人他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哪裡 所以台灣很多研究其實還是直接做 那再來是當事人他可以存取 所有跟他自己相關的檔案 那他自己相關檔案 如果有其他的第三人 他不是加害者的話 這個第三人他會被遮掩 因為有資權的關係 但如果是加害者的話 他就不會遮掩 那如果加害者他有綽號或別名 比如說小花什麼的 你還可以升級把這個加害人解密 那所有這個組織出版的研究跟文書 然後都可以直接免費在網路上取得 方便大家使用 那國際有一個國際檔案理事會ICN 他有一個檔案利用原則 我這邊稍微截錄一下給大家看 主要像是第一項 任何組織都應該盡可能最大限度的開放 然後還有檔案保管機關 應該向公眾告知管行的訊息 包含不開放的東西 目前台灣的檔案局就是 檔案局有一個最大問題就是 他並沒有把他不開放的東西也開放出來 讓你知道說這個東西是存在的 結果就是我也不知道有什麼檔案 那我怎麼去申請調閱呢? 我連我要申請調閱什麼都不知道 那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他應該連不開放管行訊息都開放出來 那麼也要有 也要符合隱私 比如說有些東西也許當事人不願意開放 但是你可以把目錄放出來 即使他不向公眾開放 你還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東西在我們的管理之下 然後他有一個建議很有意思 就是說 如果你的名字出現在國家檔案裡面 你應該要有權去跟檔案的這個機關遞交報告 如果他說 這個裡面出現我的名字 但是我認為他這樣出現是不當的 比如說那個時候我說的一些話 是因為我遭到行求 所以才說出來 一旦有人使用這份筆錄的時候 他一定也要看到你的解釋 這樣才能去彌補侵害人權的一個狀況 那麼我想最後轉型鎮壓還有很長的路 轉型鎮壓還有很長的路 所以希望未來網路上還可以看到更多資料 那這邊是給予我建議的一些GinnyV的朋友 那很感謝他們 那這邊是我參考的文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補正在那邊的時間QA 好喔 問題請 您好就是我老師曾經去台大開過轉型鎮壓的研討會 我們是法律系的 他有強調說德國的經驗 基本上在台灣是從法律來看是不能直接使用的 你對這點有什麼看法 那時候他們那些法律系教授做出來的結論是這樣的 基於一個不專業的講者 我告訴你我不知道 我很誠實的說 因為我們真的不守相關的法律 但我覺得我還是認為德國的做法值得我們參考 那如果說法律有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做修法 對 還是你有更多的說明嗎 為什麼法律不行 對 他說他的那個法律是指說我們不能直接COVID德國的來 我們必須要有我們自己的想法跟邏輯跟概念 就是像你剛剛看到那個ICA的東西 他是說我們檔案局 我們如果直接抄那個會延伸出很多問題 所以他意思說我不可以參考德國 但是不能直接把就是趙超他們對於那幾個經驗放到228來 嗯 其實我的意思也不是完全趙超 只是可以參考而已 雨昌今天聚焦在那個黨產的部分吧 所以關於政黨資料開放 昨天其實院長也有提到說 這需要在立法上面做努力 因為昨天那個像院長的QA有人問了相關的問題 所以他覺得應該立一個新的法來做這件事情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最後兩分發 謝謝 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關於ICN那個東西 可不可以放一個reference 讓大家可以看到原文 就是你講的那些原則那些 好好好 那之後請雨昌發生 我跟你講那個試論檔案 檔案意用及學者的位置這一篇裡面有reference 那我晚點會補上去 這是我的書 謝謝 直接放在那個共筆上面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其他發問或是收很快的話 可以上去共筆編輯一下 可以上去 好 謝謝 好壞喔 不愧是GDV 好 還有其他的問題 最後一個 好 如果沒有的話 好 感謝大家 感謝雨昌 謝謝 謝謝